下周六市本港期一回归26周年 行政长官李佳超 日20日出席行会前见记者 宣布政府和多间公营 购届时会提供多项优惠和活动 希望香港市民以开开心心 共同庆祝特区成立26周年 康乐吉文事务署表示 市民可以个人身份免费使用康文 辖下多项收费康乐文化设施 详情如下 康文署市市民可于周日25日上午7时起 在各区康体通柜及网上预定系统 以先到先得方式预定7月1日为团体预定的康乐设施 为不包括不包括自祝福 站而屯门康乐体育中心康体通定场柜4将于 午7时30分开始提供服务 而水上活动中心则于上 8时30分开始提供服务 每名市民只可预定一节免费的康乐设施 不论类别 康体通系统不会接受 民超额预定设施的申请 而公众游泳池设施无预约 另外 香港艺术馆 香港文化博物馆 香港立博物馆 孙中山纪念馆 茶剧文物馆 香港铁路博 馆 香港海防博物馆 格亮红号灭火轮展览馆 罗民俗馆 李正乌汉木博物馆 上民俗文物馆 乡电影资料馆 三栋乌博物馆 邮阶石县和香港市艺术中心均免费入场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发言 向传媒交代当天免费开放详情 为庆祝香港特 成立26周年 M 各个展览以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期 专题展览展厅一致期将于7月1日星期六开放与公众 废参观 参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访客可于 天21日下午30起经博物馆网站 西九文化区网站 手机应用程式 购票通网上购票平台预定7月1日免费标准门票 发言人又提醒市民7月1日参观 M 的客户需提前预约 以付款购买7月1日M 或香港故宫化博物馆标准门票的访客 相关票务平台将联 购票人解释退款及当日的入场安排 酒吧发言 表示 酒吧亦安排了夏日赏同友主题巴士 于7月1日 上午10时至12时到马鞍山市中心巴士总站及下午2至4时到全湾如新广场巴士总站 市民可以手持据与巴士合照 当日议会向在场人士拍发精美品 与市民大众一同欢度回归纪念日及复偿后 首个暑假 礼物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 星岛素王100集诞生之 我最喜爱影片票选 由6月16日至6月30 玩游戏迎取总值超过10万丰富礼品 立刻点击头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精彩内容